合作下來拿一個姊姊 最讓你心動 好 反正 反正在學姊姊姊慢慢拍 我會選第一姊姊 這麼勉強 沒有 不這麼勉強 什麼意思 女生已經在眼前還是答不出來 看來真的很難選 許若萱 柯震東 余子玉 以及范孝勳 合作新戲初戀慢慢拍 演過多次姊弟戀的柯震東 就被問到最喜歡的姊姊是誰 柯震東在影史上 有非常多跟姊姊合作的作品 比如說陳妍熙 簡半書 林依晨 李心潔 徐若萱 合作下來哪一個姊姊 最讓你心動 每一個 好官方 每一個拍的當下那個moment 是那個人 事後回想起來 午夜夢回的時候 心潔 妍妻 我不會這樣 誰會這樣子 就先不管他們有沒有結婚生子 你會愛上你 給一個頭條嗎 不然就男生 全部都結婚生小孩 你如果不講 就我不知道誰以前的事情 反正在宣傳初戀慢慢拍 所以我會選一姐 這麼勉強 沒有 不是兩姐 什麼意思 因為這因為在宣傳 所以我會選B姐 許若萱也曾經跟很多年下男女合作 我馬上就可以選出來了 請說 我沒有選擇 為什麼 當事人就在旁邊 我剛才是選柯正東 是不是 這個就是姐姐成熟理性的地方 對嗎 帶人從事很會做耶 對嘛 她腦中剛剛還真的跑過一輪書 連一層層演習耶 當事人就在旁邊 她要想這麼久 那范紹勳跟柯正東 兩個當事人都在旁邊 難了吧 這個難了吧 因為我剛剛已經表現過了 對 所以這一題我讓另外一位姐姐 來表現一下 說得太好了 姐姐來選 我可以逗藥嗎 你這樣講 可以一三五二七 你看起來很鹹熟 沒想到你口味這麼重 我覺得 我覺得跟年輕的男生在一起 他們就是體力好 就是 不是 我自己 什麼體力好 我喜歡成語姐就是這樣 高興很直白 是哪一種體力好辣 而在初戀漫 版拍中柯正東飾演的小洪 是一位即將邁入29歲 卻還是母胎單身的大男孩 對比戀愛經驗豐富的她 要怎麼詮釋呢 出男比你很遙遠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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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不然講 應該說怎麼去揣摩 那個很木納的男孩 對不對 其實我記憶力滿好的 所以你記得以前開始出男孩 對 行動初開 身體有反應的感覺 那相親呢 戲裡面的媽媽 是不是一直幫你相親 你有經歷過相親的經驗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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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要相親 這個很有趣的感覺 不認識的人 然後一邊訪問女生一邊媽媽 我就覺得滿有趣的 對 但我是真的沒有唱情過 男朋友日交越年輕 騎摩托車吧 坐摩托車 因為真的很久沒有坐摩托車 她接送你這樣 因為工作都在坐車嘛 是 我們是從半夜開始拍拍到凌晨 然後就一直騎 那我也必須抓著她 然後她會快掉下去 然後就想到很多初戀的時候的那種感覺 現在要聊初戀 好耶 沒有 我是說 聊戲外的 誰讓我初戀 好想聽V姐的初戀 不過更想看許若瑄與柯震棟 大談姐弟戀 初戀滿班拍中 也有其他精彩的清潔 粉絲們道師 別忘了進戲院支持 完全樂成廳文俊傑採訪報導